兩位兄弟姊妹 大家平安 很高興又一次有機會 我們來分享上第一位 今天我們要來看 尤代書的後半段 尤代書的作詞 雖然也有一些情論 沒辦法完全確定 但是多數的學者都同意 作詞是亞蘇和 三鴨國書的那位鴨國 他的兄弟名叫尤代 但如果是看性經的記載 我們可以知道 亞蘇的兄弟 他們在亞蘇要再生在團圖的時候 並沒有真正日末亞蘇的身份和書面 甚至他們對亞蘇出來團圖這件事 有特別懷疑跟看親的這種看法 鴨國和尤代 都是在亞蘇整天後 才有很多記憶度的 後來鴨國在 約六三年九歲 裡面有很多很重要的領袖 比較之下 尤代哪像他的 這個地位就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我們可以想想 尤代應該也會因為 他是亞蘇的小弟 這種身份來受到中心 所以在初代的教會裡面 他也一定有他的影響力 在尤代書的情報段 尤代對那裡 在尤代人提出很嚴厲的境界 並且他也應用古幼的心經 和其他經典的故事來看見他們 雖然心經裡面沒有很清楚來支出 這些背道的人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但是我們如果對早期交回歷史的研究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們應該就是所謂的諾斯底派 這些影端 這些人也會情罪是靈智派 因為人必須要對 有對上台來 很特別的聖靈的地位 這些可以得救 而且他也認為 虐待的行為 和虐待無關 所以往往這排的人 他們的奉窮虐待的盡力 這些人他們的道理 他們的教徒 他們的教徒 並沒有下真理 而且對信徒 對教會 作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虐待 他在後半段的局面裡面 在提前所謂的信徒 應該要在信用上面 站著 不能受到這些人的影響 虐待他已經在八強調 要在很多地方來作祝自己 那就是要可以把信用 建立在上台的圍頂面 不是對人的學術 對人的屬性來建立信用 而且要上上的 在信心裡面 來祈禱 可以在這對上台來開立 也要在上台的聽來面 保持連結 而且要用堅備的心 這樣受主要所祈禱的臨面和問題 不可以祝歌、祝台 自己人為是比別人更好 更好 祝台 讓當時的信徒 是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也要很爛 今天去幫忙 萬爛 都可以很認真 來認真理 而且在真理裡面 來站著 很爛 聖地 所歡喜 所祝福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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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